我到底哪里有问题 为什么她总是对我各种不满意 我觉得她作为我的女朋友 不能给我丢脸 而且她打扮好出门 也是对别人的尊重 她还特别喜欢骗我 试探我 让我不知道哪句是真 哪句是假 我是在乎她才会这么做的 我想知道她是不是也同样在乎我 现在她要跟我封舍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邓先生21岁来自湖南学生 女嘉宾韦女士21岁来自广西学生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说说吧 怎么认识她 就是在一个大学金子群认识的 看她一个头像一个锁骨 我就以为她是她本人 我就夹了她 然后呢 经验的时候发现她长得挺好看的 就决定了追求她的 锁骨是不是也挺好看的 好看 被一条锁骨吸引了 是这意思吧 是这 一根锁骨带来的一场爱情 不是这意思吗 我说的有错吗 她以为是我的照片 结果不是 对 就那个锁骨是谁的呢 是我在网上编走 不是我的 感谢那个不知是谁的锁骨 成就了一段姻缘 我只能这么理解吗 小伙子也很坦诚 看到一条锁骨 然后说这个太美了 就开始聊天 是这意思吧 是 然后一见面 发现果然很美 然后就追她了 一开始追你的时候 是不是对你特好 刚开始在一起是挺开心的 追了一周之后 她就把我们的合照 给她父母看 她心里是承认我这个女朋友 我觉得就是在她的心里面 还是有位置的 所以我觉得很开心 很幸福 还有就是那时候我去找她 我们一起去散步 很开心的聊天 我们上完步之后 她就去打篮球 穿着白色的T恤 我就在树影底下 看着她打篮球 只是很帅气 我觉得就是 我想要的那种恋爱的感觉 感觉跟她在一起 很幸福 她也挺帅的 我就觉得很开心 听明白了 一个喜欢一条锁骨 一个喜欢运动场上 白T恤的男生 是这意思吧 对 很浪漫 很多爱情都是这么开始的 后来呢 后来她就开始的嫌弃我 总是调我刺 挑剔我 就很挑剔 比如说 我们一起去买水果 回来 我自己本身 也挺喜欢吃水果的 然后我就把水果 差不多吃完了 她就说 怎么把水果给吃完了 她还说我是个胖妹子 说我吃得像猪一样 其实这件的男生 我跟她去买水果 买一些香蕉啊梨啊 她吃了香蕉就吃梨 我觉得这件吃水果 会拿肚子对她不好 我就让她少吃一点 更过分的就是要我出门 都要化妆 什么穿裙子啊 穿高跟鞋啊 打扮得漂亮一些 还要求我 必须要留长头发 之前我们刚认识的时候 我是留长发 现在把头发剪短了 她就很嫌弃我 当时我剪头发的时候 她很生气 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女生 一定要留长头发呢 因为我喜欢长发的女生 长发飘飘的像 有一种女神范 然后她化妆也挺好看的 我就让她每天 很漂亮地面对我 我是这样的 就是喜欢长头发 对 那你要不穿裙子 跟她出去的怎么着 就是有一次约会的 我们去看电影 我就穿了一身的运动装 还有运动鞋 走在街上的时候 她都没有牵我的手 还有去看电影的时候 中间也隔了一个空位出来 这是为什么 因为她当时去看电影 她打扮得很随意 感觉不尊重的表现 看个电影 你要打扮成什么样 穿晚礼服 像其他情绪打扮得很好看 她就一身运动 突然好像去锻炼一样 不喜欢 所以你就不牵她的手 那我觉得舒服 是这意思吧 那为什么中间 还空一个座位呢 因为我想跟她 保持点距离 还有就是我们一起走在马路上 她老是东张 希望了看别的女生 对别的女生拼头论主地说 哪个美女好看的 哪个女生性感的 我就是丑妹子了 那每次戏的人都有啊 你在街上看了个帅哥 你也会看啊 那我女朋友在你旁边 你这么对我说 你觉得合适吗 我当时说那些妹子很好看 就是想让你打扮 跟她们一样啊 就是得体一切 打扮整形 我觉得你对我的要求太严苛了 就连我平时 扣个牙 哈个气啊什么 她都不允许 她要我保持一个女生的形象 什么都不要 两个人在一起 就是要谈成相见 不是那你有压力吗 她很嫌弃我 现在她慢慢地觉得 我变得不好看了 变得丑了 我又不是之前整容变脸了 我又不是整容失败了 凭什么这样子说我 不是因为她之前 第一次见面吧 打扮得很得体 很好看的见面 现在在一起之后 很随意 有时候她就是去工作啊 去兼职啊 她都是画了专去见别人 回家就苏妍照面对我 我不喜欢这样 不是 这回家不对 你苏妍对 哎呀 我的天哪 这叫挑剔是吧 对啊 还有什么呀 姑娘这小子 还有 我觉得她特别地好面子 要面子 特别地虚荣 虚荣 对 你说说吧 她有一次微博 发自己的自拍照 我就在下面评论了一句猥琐 她就马上发微信 自问我说 我这样子做 太不给她面子 就马上要我杀了 那个评论 我就觉得 就谁开玩笑的 评论一句也没有什么呀 我觉得她这样 回复一句 会喜欢我的形象 到时候我朋友 跟我同学怎么看我 不是 你什么形象啊 我不是这种猥琐形象啊 她这样评论 我到时候 我同学跟我朋友 看到了会怎么说 你介意他们说 你眼睛小吗 这个不介意 她眼睛本来就小 所以你以后不要发猥琐 你就说眼睛 那也没事啊 她同学都认识她那么久了 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啊 然后她就很生气地 所以你觉得 你同学都认为 你很猥琐是这意思吗 没有 我很正直啊 不猥琐 正直 所以人家发个猥琐 你无所谓吗 对啊 我觉得她有什么事情 就好像你不介意别人说 你眼睛是小眼睛一样 对不对 有什么事啊 我看到她的东西 有什么事啊 我们在这边 感谢观看